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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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才有问题吧 好陈氏跟你说的 赵阳跟我说的 我去找他了 他说你上次想跟他聊理年婚 我们俩能有什么问题啊 没问题 我觉得好陈氏这次 好像挺走心的 你真的不考虑一下 哪有那么容易就走心啊 看对眼了 有点好感 能相互陪伴 打发一下职场 之外的孤独寂寞 就算不错的了 我啊 我这辈子都不会结婚 不会生小孩的 我就想多挣点钱 等我老了 没法工作了 我就带着我的钱 和包包全世界的去旅游 要是走到哪儿 走不动了 死了就买股他乡 反正人生飘零 免得互相拖累了 你这么怎么开的吗 我三十次了 一无所有 我不对 我还有梦想 也就剩点梦想 也就剩点梦想 现在拿什么来判断一个男人成功不成功 钱 房子 车 你告诉我 我有什么 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心里有没有的 他 中央你 你能不能活得别那么用力啊 小时候呢 我爸老跟我说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那些人上的人 那得受多大的委屈啊 得多压抑自我 才能吃得了那些苦 笨出个前程啊 非得有前程吗 那你觉得我现在还有回头路吗 那你看看我呢 我钱挣的肯定没有张青多吧 谁规定的男人 非得挣的这个钱比女人多啊 男人就得买房 买车吗 都说男女不平等 这对男人公平吗 过了三十岁的男人 你成功的速度 必须要超过你父母衰老的速度 要超过你孩子成长的速度 要超过你妻子对你要求的速度 所以啊 我现在只能一门心思地低头赶路 直到有一天我确定 我自己的能力可以被人依靠 我才能把头抬起来 姚哥 你得向我学 有的时候活得自私一点 才容易过得辛苦 我跟你讲过明白 我这儿有个八卦 你想不想听啊 不听 我是真喜欢上张庆了 不是随便聊一聊那种 她跟其他的女的不一样 用他们营销的话说 张庆现在在我这儿已经是八拼了 直到那天晚上之后 她居然还不爱搭理我 不是吧 她真把我当成那种随叫随到 用完机器的男人了 完蛋 不是 你别误会啊 我们俩没有那种不可描述的事啊 怎么了 这样下去热度很难起来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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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阳 许阳 你在里面吗 出事了 许阳 不是 出 出什么事了 张总 你什么意思 我都跟你说过了 这个项目现在不用你带 你不用参与核心会议 他们也都没带过过这个项目 再说了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个项目 现在出了问题 理应我来负责 我是在保护你 现在有人对你不满 你还非得往枪口上撞 你傻不傻呀 你不用惨毁 现在去你一份声明 二十分钟之内给我 你们干吗呀 睡到现在啊 我们俩昨天监测数据 一宿都没怎么睡 出什么事了呢 视频爆了 今天早上九点多 我莫名上了热搜第三 好事啊 是吧 半个小时 两千多台的评论 没有一句好话全都在骂 而且还在扩散 我们都要被骂死了 你们看看 这些人都在说些什么 从小到大 我都没被人这么骂过 我都快吃 塑药救星完了 这什么情况 哪得罪他们了 他们说我们的核心创意 展现了一个失败的女人 通过穿漂亮的衣服 迎来了人生巅峰 是在误化女性 侮辱女性 否定女性的价值 这 至于吗 张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已经都知道了 这就回去 张欣说什么 他们公司人 已经都去下班了 让咱们赶紧过去 商量一下对策 事儿大了 跟你走 你把这些措施改一下 平台上的转发量太大了 你把这些措施改一下 我还有这几个自媒体 还在带节奏呢 好 好的 我往这儿 张总 你先看一下 这些也怎么样了 医院计划好了 这准备整理好了 你会发给马律师 别看看 好 照顺下去肯定得上这所 赵琪 我这儿还好了 你那儿怎么样了 往日好 我看他清楚了 赵总说把这个也加上去 你之前说的那些 这边生不老师的马律师 看过了 配什么修改 这儿 还有这儿 还在这儿修改一下 那我就先按这个方案 打成办法 调好了 这都写了什么了呀 广告物化女性 差评 烦心滚出 侮辱我们这些 努力上进的女人 什么鬼 三观不振 永远抵制烦心 这女人的情 还不尊重女人 我看了她们的视频 我要赶紧推会员 垃圾视频 什么年代了 还把女人当花瓶 公关团队复分 每五分钟做一次 全网媒体扫描 舆情监测 任何含有繁星 物化女性 共享时尚 这些关键词的消息 全都过滤出来 莉莉 你客户那边联系上了 罗正友是长不忍人在加班 但是三位老总 还是没来公司 没人敢做主 而且电话还是没人接 赵琴 你把新的方案给你打出来 我发给你了 好 我去 走吧 他任命被私募呢 陆总 他周末的 你也被叫来公司了 光不愿一起跟着上网热搜 我在家能做得住吗 你在家干什么呢 张总让我写声明 以前没写过 上网看了其他公司 面对舆论危机的声音 也不知道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写了删删的写 就来这里思考一下 问你个问题啊 将来有一天你有了孩子 孩子在学校里被老师骂了 你会怎么办 我真的很难过 我看了网上的评论 我们没有那个意思 我想告诉他们 凡心想要传递的是 女性爱自己的价值观 认真生活的每一天 都会给你带来改变 只不过是用 穿漂亮衣服的形式 来呈现爱自己这件事情 并不是像他们说的 我们把女人当物品 当花瓶 只要穿得好看 就能成为人生赢家 你要这么想 你就错了 这个时候任何的解释 网友只会当成你 只在狡辩 这种声音发出去 只会带来更负面的效果 那我们就不解释 任他们误解我们 和曲解我们 你知道危机公关 最重要的两点是什么 第一是速度 第二是态度 第一时间回应就是速度 该怎么回应 用最适合普世的价值观 去回应 这也就是态度 这件事情 不管谁对谁做 你都得先认错 紧接着你要告诉网友 你愿意承担 所有一些后果 第三 就是你要给出解决方案 这个时候把所谓的 花架子全都放下 用你最真诚的态度 用最简单的文字 和网友沟通 你先试试卸卸看 你先试试卸卸看 如果你还是不放心 你也再发给张建成钱 发给我 我帮你看看 谢谢 罗总 加油 许总 抱歉 中国还让你加班 正午才再回一时 首先非常抱歉 视频上线引发了如此失控的局面 我们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 并且成立了以我为核心的 公安危机小组 我已经安排了一部分的工作 再尽量地降低负面新闻的热度 光降负面热度就可以了吗 媒介部的同事们正在发 正面的新闻稿 至少这一段时间你去搜索的话 要翻好几页才会翻到负面的新闻 我们已经拟定了 繁星的官方声明 请各位领导过来呢 是想和大家一起过一遍声明 因为第一时间的声明 非常地重要 只能大家一致认可 才能代表我们官方的意见 天哪 过我爸什么事 要我爸都给骂了 上海美心丽人集团 投资这种垃圾公司 还好意思挣女性的钱 吃饭喊娘 放碗骂娘 一个个都不是好东西 连美心里人一起抵制得了 完了 比咱们想象得还严重 连投资人都给签订了 苏总 您先别着急 我们先过一下声明 摆正我们的态度 先得让骂身停止下摆 才不会有更大范围的签订 林林 你念一下声明 繁星群体员工 对我私出品的广告视频 引起广大网友的不适 倍感抱歉 我们高度重视网友们的意义 检及反馈 接受所有的批评 并立即下架相关视频 承动反思 并承诺繁星会员 开通快速客服渠道 尽力满足会员们的所有 林总监 你在声明里面再补充一条 上海美心丽人集团 作为我们繁星的投资人 从未参与过 我们具体的决策以及运营 错了我们可以认 但是获不及任何 无关的责任人 好 我们现在无法满足 会员们的诉求 客服部门已经跟我 构斗过了 光今天一天 我们已经接受到了 三分之一用户 想要退款的请求 如果我们同意了 用户全部都退款 那我们繁星就死定了 可是如果这个时候 强行留住会员 只会引发他们的反感 他们会变成 恶性攻击的那一国人 你来干什么 事情更严重了 苏总 咱们公司也被拔出来 一起骂了 不会上海了 去繁星 现在 王师傅 我们不去机场了 去立刻搜换 这家公司 就是三观不正 当时邀请我来演这个广告 看它以前我才看到脚本 觉得不符合我的价值高 我就拒绝了 她们竟然还要发 律师航告我 我才不怕了 反正不能为这良心做事 还有 这里面这个女演员 于佳恩 就是她们的客户经理 当时 冲到我家里威胁我的 就是她 我说她当时为什么 这个安安蹭我们热度 做直播倒打一耙 现在 安安聚演繁星广告和安安 被起诉都在热搜上 粉丝都在声援她猜我们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张总 我必须要参与 这和我有关系 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提的 余经理 你现在已经被换了 请你出去好吗 现在安安的粉丝 人肉到我的电话 现在网上手机上 全是她的粉丝追着我吗 我没法置身之外 我得自救啊 喂 爸 你怎么来了 我在北京开会 一大早集团公关部 就跟我投授你们 你现在在哪儿呢 失去怎么解决啊 那你等我 我先去接你 徐总 郝总 对不起 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子了 决定又不是你做的 给我们拍广告 那是你的分外事 应该我们对你说抱歉 让你成为了这次事件的受害者 让你成为了这次事件的受害者 但必须要有一个人出来灭火 苏总 我们正在商量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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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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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们集团公关部 也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繁星市场部和你们公关公司 各开除一名这次营销的责任人 来向舆论表态 就按这个方案执行吧 等一下 等一下 如果光谱和繁星 各要开除一个负责人的话 那么繁星的负责人就是我 团队是我组的 决定是我做的 但是 开除我就真的有用 你以为不可能吗 爸 你刚才想说什么 苏总 您好 我是繁星 这次公关的总负责人张青 您是繁星的投资方 不是我们光谱的人 您没有指导我们工作的权利 我们是专业的公关公司 有自己的紧急医院 美希丽人集团的喜库产品 十个家庭起码有七个家庭再用吧 让我等你的应急医院去处理问题 口碑早就坏掉了 我现在必须穿上大家的情绪 用最老百姓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老百姓喜欢看什么呀 恶有恶报 别究竟作为作恶 老百姓根本就不会关心 怎么着 开除个人还得让我去办公室 把陆子杰拎过来吗 你不知道你们的陆总 正在供我们集团的官吗 他一心想要拿架我们的单子 你是要给他添堵吗 明白了苏总 明白了苏总 这一次从头到尾都在负责的人 是小米 不行 不能开除小米 张总 我们再聊一下 张总 小米不能背过 要开除的话 也应该开除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开除你最有效果 我顶了那么多的压力来保你 你还可网上存 你就不能做一回缩头乌龟啊 因为它是最弱小的蘑菇 所以就要背锅吗 张总 你选择小米 是因为它是助理 能被公司压榨的价值比我还小对吧 当然 我也应该说声谢谢您能看得起我 可我于心不忍 让别人去带我手锅 我知道职场无情 可是我就想做一多有感情的蘑菇 你什么蘑菇不蘑菇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你 张总 张总 你辛苦工作 你的信念感是什么 挣钱 KPI解决麻烦 结果导向 我很佩服你 把你当成我职场上的老师 我努力学习 希望十年后的我 能像你一样有刃有余 我知道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可这次 能不能试试用我的方法走过去 用你的方法 用你的方法 就能解决问题了 你是真没听明白 苏毅她爸在暗示什么吗 我听懂了 我绝不拖累陆总和公司 方案是我提到 我来承担 承担不了我走人 但是我请求你帮我 试试能不能打赢这场仗 张总 也许我们的胜利 能够更优雅一点 至少不用牺牲自己了 好真实 苏总 繁星市场部 你选一个人 不行 需要 大不了我们多给赔偿吧 苏总 这不是我要的企业文化 通过开除员工来填坑 只会让员工更加寒性 创业公司 本来就是事多 钱少 就凭信念了 信念如果垮了 那我们就完了 所以对不起 我不同意 你这个时候 跟我谈企业文化 我们这种小公司 跟苏总您的大企业不一样 越是低谱 越是要建设企业文化 越是危难支持 越是要齐心协力 你们俩还真是一路人啊 你想清楚 你这一进去 我就保不了你了 只要你肯帮我 我就不怕 齐心协力个屁啊 需要你知不知道 经营一个品牌 那需要几十年了 而毁掉一个品牌 就只要一场口水仗 大部分的危机公关 到最后就是在网络上 打口水仗 没心里人玩不起 爸 需要 我投资你几百万 打水漂就打水漂 无所谓 范馨可以随时死掉 但是绝对不能把 我美金利人拖下水 否则的话 你们的存在 就没有任何意义 苏总 对不起 范馨这次的方案是我提的 由此给您带来的麻烦 我很抱歉 你是广告里面的 那个女孩啊 对 她也是负责这个项目的 客户经理 虽然很抱歉 但我接下来的话 哪怕会让您生气 我也不得不说 我认为不能开除小米 每次营销都隐藏着危机 每个危机里面 也都隐藏着机会 我们公司不可能 每次都因为一些负面 就让一个助理去顶雷 这不是危机公关 是无能 那我就直接要求 陆子杰开除你 如果开除我能解决问题 可以啊 但在开除我之前 请苏总给我二十四小时 二十四小时的 黄金公关时间 我和团队没有平息舆论的话 我请辞 现在给苏处理态度是最好的 明天你再请辞就已经晚了 如果我录视频 向网友道歉 就不会晚了 我来配合安安 破给我的脏水 扛下所有责任 网上的火力打在我身上 就会削弱 对你们三家公司的伤害 你进去 好 那我就给你二十四小时 是 我把我的爱将都押上了 我们都努努力 一定要扭转形势 你在那儿逞什么能能 你就那么喜欢逞能能 许啊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陆视频道歉转移活力 你当自己是靶子呀 生活是生活 工作是工作 你得去分开 像红二子吗 这陆视频 你的生活会被毁掉的 你知道吗 余经理 他是说担心你的意思 毁掉就毁掉啊 被所有人叫 我又不是没经历过 但是徐总你 与过去划清界线 才换来的前途光明 一定得守住了 我也替余经理翻译一下 他的意思是 要您加油 谢谢 我会努力 何晨世 你留下来一下 佩克他们 完成好后续的工作 全力以赴 这场账务不能输 好 好 虽然观念在进步 但是女人也有自己的苦 你跟许耀的事 我没说是你的错 我就希望 在你爱的男人面前 你千万要学会 卓沙 失落 要学会说软话 就这么一件事 你知道吗 帮他很累了吗 你连我 好 并不lets 你你自己的交口 你不没有想念 你你怎么能不能够 我没有想念 你怎么办 那个 这么多年了 你还留着 你跟我说呀 压力大的时候就赚这个 来转移注意力 我就一直留着了 我还说你那么聪明 一定能比别人更快地赚出来 也一定能比别人更快地解决问题 加油 你们自己看看啊 这都找到什么公共公司啊 什么态度 什么应用水平啊 现在的网络环境 做什么事情都要谨慎 就这样还有脸让我追加投资呢 爸 是您跟我说的呀 创业都是赌博 那营销也是一样的呀 谁能保证次次赢钱呀 徐亚 余经理跟我打赌 你怎么看 他会赢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会和他一起努力 尽力去赢 还没有站稳呢 你们就敢做这么冒险的营销 你们事先一点评估都不做的吗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营销这一块确实不是我的专场 所以我只能选择相信我的合作伙伴 我看了一下这两天的数据 今天我们应用程序的浏览量和下载量 都已经达到了史上最高峰 是 虽然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在骂我们 但是起码他们现在都知道了翻新 并且尝试去下载 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只要有人去浏览 那就代表着我们还有机会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顾佩苏总了 我要和技术部门的人开会 讨论一下如何快速地转化浏览量 行 许阳 你去忙吧 和技术部商量一下对策 我来监测网络舆情 行了行了 你先忙去吧 这件事情如果解决不好 那就趁早止损 爸 谢谢苏总 我明白您的意思 这些客户名单你抓紧好多一下 把这些财量打好了 赶紧把这些传承发出去 好 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事情根本就不像是网上那么说的 你们好多走 对了 我是小哥哥 都这里好了 别请照顾客 赶紧把这些都送你去吧 好 我们的声明发出去了 正常来说负面热度应该降下去的 但是安安一直在带节奏 导致居高不下 会不会是她的幕后头盔啊 她没有那么大能力 就趁火打劫 收割流量红利败了 但是还是得想办法先搞定安安 你当时没录音啊 根本就没想到她会到达一趴 郝总 你现在蹲在这儿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你有这时间你不如结合你们的产品 在舆论里去寻找一些机会点 毕竟创业初期需要提高知名度 你看现在有人免费赠送了 这么长时间的热搜 你们就赶紧想想怎么卖货呗 黑红也是红吗 黑红当然是红啊 只不过这个黑也得想办法抹掉 行了 就这样吧 我得去做瑜伽了 现在 不是 你现在还有心情做瑜伽 我们公司生死存亡的时候 你把自己撇得倒是挺干净啊 那穿越公司每时每刻 都是生死存亡的时候 那我们是做服务行业的不一样 我们不把身体素质搞好 怎么陪你们打硬仗 有道理 你还是得想办法搞定安安 我给你最大的权限 调动公司一切资源配合你 收到 林立呢 领导媒介组 切断负面舆论 制造正面舆论 配合舆情变化 随时做出策略调整 收到 现在是一点钟 还有不到二十三个小时了 倒计时开始 第一个小时 我来配合安安 破给我的脏水扛下所有责任 网上的火力打在我身上 就会削弱对你们三家公司的伤害 是 我 许王 别这么矫情 我害怕于佳安 明天一个人扛累 后果太严重了 他承担不了 你啊 定期去找个心理咨询室 好好聊聊 你太紧绷了 你这样下去的话 身体也扛不住啊 先把眼前这关过了再说吧 看这个干吗 我必须要找到 骂我们的底层逻辑在哪里 为什么要跟我们扣这样子的帽子 只有把泼过来的脏水搞清楚了 才能有办法扑回去 佳恩姐 谢谢你 先别借太早了 也许明天一起走人呢 其实上次苏总留我们开会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杯咖啡就是她碰到的 我都不敢帮你说话 今天这个局面 没想到你还敢站出来保我 我不是保你 我是保我自己 我才是灰奇的那个人 就算要记起 也只有我倒了才能平息中路 原来大家都是各早门前选 亏我还觉得我是他们的好朋友 小米 我刚进公司的时候 你虽然有很多无奈 但你也给了我善意 别人的规则 也许是各早门前选 但你要相信 你的善意 永远都会被看到 被回报 那家安安姐 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朋友 你先联系一下安安 态度好一点 就跟她说 我们有那天在她家的录音 如果放出来 舆论会反射到她头上 可是她要求听录音怎么办 她现在装弱装无辜 得到了大众的同情 她是不会放弃 曾我们热度的机会的 月见面 见面给她录音 再来 塞勒本身没有错 但结果却像泥石流一样 探探下来 这里面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目的性很明确 就是蜡彩繁星 但繁星目前没有 竞品类公司 李李 舆论发酵的时候 你看一下是哪些大号 在带节奏 把这些账号 整理出来发给我 好 这个真是够了 直接劝出繁星 还有我们公司官微 要求我们公司公开道歉 并撤诉 她作为一个加害者 还蹬鼻子上脸了 怎么说 回不回音 官方别搭理她 搭理她就是给她家料 对 只能这么办了 互联网有记忆 我们把网络上 安安所有的 真真假假的黑料 都找出来 最好能打掉 这个人的信任度 安安能这么对我们 也许这都是她的 官用手法了 现在找找看她之前 有没有什么 胡说八道的事 先把说话不可信的人设 给她立足 铺垫板转的 马总 您听我说 我们现在已经 在积极地应对了 您别被这个网上的言论 给带偏了 别看这个网上 现在是骂声一片 但实际上 我们的软件下载量 已经突破了 历史的最高峰 其实是个好事 这说明你们的衣服 已经在我们平台上 被更多的人看到了 热搜带来了 那么大的流量 不管他们是通过 什么目的进来的 总之不能让他们 那么轻易地就离开 你们赶紧开会讨论一下 在核心流程上面 不能让他们 那么轻易地就跳出 多一步离开确认的选择 原先例 安安要求见面 几点 我们下午四点见 在此之前请你闭嘴 否则我们把你 所有的录音都放出来 我们会让网友知道 你不仅不敬业 还撒谎利用 网友制造舆论的真面目 四点之前 我们必须找出 能够牵制安安的方法 来不及了 我想知道 那个让安安 试验的前男友是谁 张总总说 公关是人情事务 公关是资源整合 和合理理由 拜托大家 用一下你们的关系 尽快帮我找到那边 好 你现在就去把那个 安安牵制造舆论 找出来 快点 一天 预防 我的力啊 小哥哥 你终于来了 咖啡给你点好了啊 美事不叫桃 Wiki啊 这么着急约我 什么事啊 就是你手底下有几个营销号 今天黑了一家创业公司 我就想知道 你们客户是谁啊 黑了就黑了嘛 我们就是帮帮忙 也不容易 你就算知道了客户是谁 也做不了什么嘛 说得也是 就算我知道了是谁泼的脏水 我也不能干什么 不过我就想分析分析 到底是我们的策略出了问题 还是客户爸爸得罪了谁 真不能说 不能透露客户的隐私啊 是啊 李友对了 我还有个事跟你说 我们公司啊 不是最近案子特别多 特别忙吗 所以呢 就特别想跟你签订一个 固定合作的合约 把你手底下那些耗盘活用起来 当然了 多一个固定合作的公司 对你来说可有可无 不过呢 我Wiki在这个行业也十几年了 哪家公司没几个朋友啊 多一个客户是没什么 但要是少了一群好朋友的话 你说以后办事多难办呀 对吧 Wiki姐 真是哪里没有办法 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 好吗 你就随便给我写两个字吧 我呢 就是想看看你的字写得好不好看 没别的意思 没别的意思 你肯定没录音 你要这样的录音 早就放出来了 安安 你还年轻 我没法录音去捶你 是想给你在这个行业里留点余地 你烦咬我们一口 以后没有公关公司敢和你合作 就意味着你的商务都断了 余经理 还年轻不懂吧 我还有我们分手那天 他哭着求我的微信呢 我缺他去好好工作 他说离开了我 根本没有信心工作 我太知道了 事实根本就不是他说的那样 他连脚本都没看过 还说什么价值观不服 他那个人哪有什么价值观呢 这个声音你应该很熟悉吧 我承诺给他一年的品牌商务 他答应站出来指正你散步 分手那天你那么难过 难过到可以不负责任甘愿赔偿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男人 不会的 他说过他很爱我 永远都不会伤害我 肯定是你 你会写他的是不是 他那个级别的网红 依宁赚不了多少钱 我看他就是想踩着你上位 就像你踩我们一样 你呀 是被他利用了 被他骗了你知道吗 不行 我要给他打电话 你混账 你为了那么一点钱就敢出卖我 他就在直播呢 你要不现在一起说了吧 安安 我不年轻了 我没你那么好运 总是可以很轻松地得到很多的机会 所以从来都不好好珍惜 希望今天以后你能明白 连品相识一样 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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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让你学会 你每一对烦心的视线 请到 好 危险 别推我 还以免我的心跳被火烟烂成一团 随着你的出现 神色淡淡天光洪水了一半 心态冷暗全世界都在旁观 只有我的脚步 在追看不知疲倦我的星星念念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守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就被你猜头 拒绝情随气候 神色淡淡天光洪水了一半 心态冷暗全世界都在旁观 只有我的脚步 在追看不知疲倦我的星星念念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守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就被你猜头 拒绝情随气候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怕破坏了节奏 我心已失守 我心已失守 I'll say love you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就被你猜头 You may hyg месяц You may Mick The little news I know us The little tin I'll say I know you If you may be